那我還有得救嗎? 無藥可救 但是有個方法 什麼辦法? 找個男朋友 發洩一下內心的情緒 不要趁罪行凶 騷擾你的男鄰居 你認真的嗎? 你在耍我 你在耍我啊 你現在就是要發洩是嗎? 就算我要發洩的話 也不會想到你 那就不要輕易 進到男人家裡來 否則後果自負